据媒体报道,兵务厅20日表示,已经批准以性贿赂嫌疑等接受警方调查的胜利,原名李生炫接受警方调查,提交现役兵入伍延期原申请。 兵务厅在官方网站上阐明的立场说,胜利本人为了调查决定推迟入伍的原因,提出了推迟入伍的要求。 调查机关也为了彻底一贯的调查胜利相关事宜,一直要求兵务厅推迟入伍日期。 兵务厅表示,根据兵役法第61条及执行令第129条,胜利的现役兵入伍日期将延期。